木瓜切塊丟進果汁機 加入牛奶 冰塊 砂糖 均勻攪拌 炎炎夏日來一杯口感綿密 這是地方上老字號迎聘 木瓜牛奶 最近重新討論熱潮 就是因為前總統蔡英文 這是蔡英文過去大選期間的 直出列表 明細整排都寫著木瓜牛乳 近期因為可疲陷入假裝崩潑 有民眾當起偵探 去查蔡英文過往的申報之初 意外發現原來小英愛喝這一味 就連藝人白雲都來朝聖 不好喝 台北跑到這邊來 你是特地派你 特別來朝聖就對了 沒有錯 因為我最主要是來到彰化 從台南來的 因為看網路上評論很好 聽到人家說這邊好喝 就過來看一下 一早來狀況怎麼還很緊張 我覺得還滿多人的 當地人都說彰化市 是木瓜牛乳的一級戰區 以火車站為中心 方圓三公里內 一二三四 就至少有八間 木瓜牛乳果汁店 外面比較不一樣是 我們的木瓜比例比較重一點 所以變成冰起來比較濃稠 對 那個木瓜的那個味道 會比較重一點 因為小英前總統的申報 直出表讓木瓜牛乳 備受關注 還有人開玩笑說 大家都在查柯文哲假帳風暴 但我抓到原來蔡英文喜歡喝 木瓜牛乳 三線網子 與林沛玄 陳秉海 SNG彰化採訪報導 下次再見囉